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斯坦福大学教授 麦格尼格尔的自控力 这本书呢还有一个附属名 叫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心理学课程 在介绍本书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这本书 微微壮观的社会现象 这本书自2012年发行以来就畅销全球 有很多网络平台都有专门讨论本书的帖子 民间呢 还有不少以本书为基础的自控力小组 而就像这本书的附属名所说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以这本书内容为基础的课程 被誉为最受欢迎的课 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了 这本书的内容很受欢迎 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 人们是有多渴望增强自控力 当然了 人们有多渴望自我控制 就说明了人们感觉自己有多失控 确实啊 现代社会确实充满了各种诱惑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意志力呢 这本书就提供了答案 在书里 作者介绍了很多以科学为依据的提高意志力的方法 比如五分钟冥想 十分钟延迟满足 增加一小时睡眠等等 这些方法简单可行 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但如果仅仅是这些经验之谈的话 这本书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 那么本书还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内容吗 确实有 除了提供各种方法技巧 作者还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分析 我们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 是态度的问题吗 意志力有没有极限呢 为什么做了好事容易使人失控 意志力会不会传染 作者博彩仲长 从生物学 心理学 神经科学 行为 经济学等不同的角度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而分析的结果也是让人意外 比如意志力实际上是大脑前额叶的生理活动 冲动和自控都是人的天性 内疚和自责容易使人破罐子破摔等等 所以作者不仅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还要告诉我们为什么 这本书的作者是凯利·麦格尼格尔博士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健康心理学家和讲师 也是科学助人这一新领域的领先专家 他曾经获得斯坦福大学的最高教学荣誉奖 《自控力》这本书的内容就取自于 他在斯坦福大学开设的意志力科学这本课程 那接下来我就为你详细讲述这本书的重点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意志力 然后再了解有哪些因素会削弱意志力 最后再看看如何提高意志力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点 什么是意志力 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干脆先来个总结 意志力绝不是纯粹的主观态度 它与大脑和身体密切相关 可以概括为三分天下两虎相争一个指标 三二一 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介绍 先来说意志力的三分天下 先讲一个心理学上非常著名的病人啊 他的名字叫做盖奇 1848年9月13号 一根钢筋刺穿了盖奇的左脸 然后穿过他的大脑前额叶飞了出去 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 但不幸的是他从此变了一个人 以前的盖奇性格温和 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力 很受人喜欢 但是现在的他却脾气暴躁 缺乏耐心 脏话连篇 热衷于制定计划 却从来没有实施过 换句话说 盖奇的自控力完全消失了 就好像他脑袋里用来控制冲动的刹车失灵了一样 现在他变成了一头横冲直撞的怪兽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盖奇丧失了意志力 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呢 可能你已经猜到了 这肯定与被钢筋损坏的大脑有关 的确 那根钢筋损坏的不是别的大脑区域 而是前额叶 前额叶在哪呢 它在大脑前部 相当于我们额头的位置 前额叶被称为人类大脑的脑中脑 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它有多厉害了 因为它管理着其他脑区呢 其他脑区先是从身体和环境那里接收信号 自动生成各种冲动 然后呢跑到前额叶那里报告说 大王这里有沙发 要不要躺 这里有美食 好想吃啊 微博又有大新闻了 怎么能不看呢 衣服又在打折 不买就亏 但喊得再热闹也没有用 前额叶呢通常都会冷面拒绝 它会让我们静一静 想一想将来 想一想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盖奇的前额叶受到了伤害 就像是原来坐着拿主意的大王生病了 盖奇呢就变成了及时行了 冲动的盖奇 之所以会举盖奇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要说明 意志力并不是像我们日常理解的那样 是一种美德 或者是一种态度 意志力和我们的大脑前额叶有关 前额叶出了问题 钢铁般的意志也会立马消失 所以这样看来 前额叶简直就是意志力的化身 不仅如此 作者还进一步介绍说 从意志力的角度来看 前额叶可以大致分成三个区域 左边的专门让我们迎难而上 如果跑步很难 它就会让我们迈开腿 作者把这个呢叫做 我要做的意志力 前额叶右边的区域呢 专门让我们克制冲动 比如美食真好吃啊 它会让我们闭上嘴 作者把这个叫做 我不做的意志力 前额叶中间靠下方的区域呢 专门让我们记住 长远的目标和梦想 这个区域越是活跃 我们采取行动和拒绝诱惑的能力 就越强 作者把这个叫做 我想要的意志力 这就是意志力的三分天下 我要做 我不做和我想要 它构成了人类大脑的自控系统 与之相对的是 大脑的另一个系统叫做冲动系统 顾名思义 冲动系统让我们变得冲动 脾气来了就要发 美食来了就要吃 怎么舒服怎么来 很多动物都有这样的冲动系统 它们出于各种本能来行动 而人类除了这个冲动系统之外 还有一个自控系统 在几十万年的自然演化过程当中 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容量增加了一倍 主要增加的就是前额叶 你看人类大脑前额叶占大脑皮层的30% 黑猩猩是20% 而猴子只有10% 这样一来呢 虽然我们只有一个大脑 但是却有两个自我 一个是受冲动系统控制的自我 它的作用名是 及时行乐 一个是受自控系统控制的自我 它的特点是 身谋远虑 当自控系统马力全开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云翻 济沧海的豪情 而如果冲动系统占了上风 那我们就会 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就是意志力的两虎相争 无论是前额叶的三分天下 还是冲动系统和自控系统的两虎相争 说的都是意志力的大脑基础 但实际上 意志力不仅跟大脑有关 还跟身体有关 具体说来是跟一个指标有关 想象一下 现在我们被扔到了老虎窝里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会有哪些反应呢 首先 大脑的警报系统会立刻拉响 一方面向身体发送危险信号 让我们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随时战斗或者逃跑 另一方面 警报系统会在大脑中产生复杂的化学反应 阻止专门思前想后的前额叶发挥作用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有任何的迟疑都可能落入虎口 现在想象一下 我们通过身心应激反应成功地从老虎窝里逃出来了 闯进了一个白满美食的房间 这会是一次美妙的享受 还是一次可怕的挑战呢 我们曾经发誓 为了身体健康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这个时候我们内心的两个系统就开始吵架了 一个说 我要吃 另一个说 不能吃 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这种内在冲突带来的紧张感 让我们的大脑又拉响了警报 危险啊危险 不过这个时候的危险不是来自于外部 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 来自于我们想要及时满足的欲望 对长远目标的威胁 怎么办呢 我们在几十万年演化过程中增加的前额叶 可不是白涨的 大脑自控系统开始发挥作用 它会让我们从长记忆 什么对我们是好的 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 于是我们 深吸一口气 减缓心跳 平复冲动 身体进入平静状态 终于抵制住了美食的攻击 自控力 胜出 这样的身心反应概括起来 就相当于大脑加油门 身体踩刹车 也就是三思而后行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意志力跟身体有关 特别是跟心跳有关 实际上科学家确实会用心率变异度 来测量意志力的强弱 心率变异度越高 意志力越强 心率变异度越低 意志力越弱 这个心率变异度呢 就是我们最后要说的一个指标 什么叫心率变异度呢 简单来说 就是某一刻你的心率是多少 下一刻你的心率是多少 这两个心率之间的差值 就是心率变异度 在刺激情况下 不管意志力是高是低 人都会心率加速 只不过呢 意志力高的人 心率能够迅速恢复 保持在一个较低 或者较正常的水平 而意志力差的人 遇到刺激以后 心率会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因此 自控力高的人 心率变异度高 变化量越高 说明心脏调节弹性越大 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调整状态 当我们内心充满矛盾 需要自控的时候 较高的心率变异度 有助于我们迅速做出调整 让心跳恢复正常 大脑满满都是正能量 好了 这一部分再说 什么是意志力 它由大脑前额叶三个区域的能力构成 是自控系统对冲动系统的比拼 有一个生理测量指标叫做心率变异度 可以反映意志力的强弱 概括来说就是三分天下 两虎相争和一个指标 在了解了意志力是什么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削弱意志力 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对于意志力来说也是一样的 如果大脑和身体疲劳或受到伤害 必然会削弱意志力 换句话说 意志力是有生理极限的 用一点就会少一点 神经科学家发现 我们每次使用意志力之后 大脑的自控系统活跃程度就会下降 心理学家鲍麦斯特 是第一位系统观察和测量意志力极限的科学家 他通过无数的实验发现 无论是用意志力拒绝饼干 还是控制怒火 人们的意志力总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弱 这可以用来解释很多时空的生活现象 比如人们在忙碌了一天之后 夜晚就比较容易放纵 那些在某个方面需要高度自控的人 在其他方面很可能就是喜欢飙车的老司机 而想要在各个方面都完美自控的人 也最容易失控 但是从生理角度解释失控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即使两个人身体状况差不多 大脑前额叶都完好无损 意志力也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们还需要从其他方面来理解失控 现在我们来构造一次失控现场 然后看一看作者是如何分析的 还是以前面虎口逃生为例啊 我们假设被扔到老虎窝里的人叫做小明 小明从老虎窝里逃出来之后 又被扔进了一个满是食物的房间 里面摆着各种高热量美味的蛋糕 还有可以填饱肚子的胡萝卜 小明的眼睛已经盯上了那些蛋糕了 他想自己居然能从危险中挺过来 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应该抗劳一下自己 于是高高兴兴地吃了第一块蛋糕 小明又想天有不测风云 人生苦短 所以还不如该享受的时候就享受 哎 第二块蛋糕下毒了 小明有些后悔 觉得不应该放纵自己 心里充满了愧疚 但是吃都吃了 那就不如敞开吃一回吧 从明天起绝对不吃了 这样小明吃下了第三块蛋糕 正在小明犹豫要不要再来一块的时候 屋子里来了一群人 每个人都在吃蛋糕 哎 小明看着看着 不知不觉就吃下了第四块 好了 现在小明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小明了 他现在是小明盖琪 盖琪因为前额叶受损而无法自控 小明虽然前额叶完美无缺 但仍然失控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作者是如何分析的 小明第一次失控 想到的是自己糊口逃生的勇猛 现在应该犒劳一下自己 作者说 这里隐藏着一个常见的失控原因 叫做道德许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人做了好事情以后 就容易放纵自己做坏事 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呢 有句话叫做 高尚是高尚者的木志明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怎么高尚反而成了卑鄙的通行证呢 普林斯顿大学两位心理学家所做的实验 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实验者让AB两组学生对两组不同的句子发表意见 A组学生看到的句子是 大多数女人都很蠢 B组学生看到的句子是 有些女人很蠢 A组学生很气愤 因为那个句子是明显的性别歧视 B组学生的反应比较中立 接着呢 实验者又让这两组学生模拟招聘 他们要对男女候选人进行判断 看谁适合担任某个高级职位 而这个职位通常都会由男性来担任 按照常理 我们猜测 A组学生对男女候选人会更加公平一些 因为他们刚刚看到了 大多数女人都很蠢这句话 对性别歧视表达了强烈的愤慨 然而实验结果却恰恰相反 与B组学生相比 A组学生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歧视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男性来担任那个职位 怎么样 是不是很吃惊啊 作者说 站在道德高点上的人容易自我感觉良好 这种感觉良好就像是一种许可 类似于你都这么好了 当然不会错 或者你都这么好了 放松一下也无所谓 这就是道德许可造成的失控 更可怕的是 不仅实际发生的好事情会让我们得意忘形 而且假设自己做了好事 或者想象未来会做好事 都会让我们掉进道德许可的坑里 还记得前面的小明吗 他说明天再也不吃蛋糕了 正是想到自己明天会更好 因此今天失控没关系 其实啊 一切给我们带来良好感觉的道德标签 都容易造成失控 比如 节约是好的 所以年年双十一都剁手 环保是好的 所以在手机里捐了一棵树 现实中草坪就被踩成了路 自我感觉良好容易让人失控 那么自我感觉糟糕呢 答案是一样会失控 小明有两次自我感觉糟糕 一次是他想到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虚无 于是吃了一块蛋糕压压惊 另一次是他为自己失控感到内疚 破罐子破摔再吃了一块 我们分开来说啊 首先是吃蛋糕压压惊 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恐惧管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每当我们想到 自己不能再活500年的时候 大脑就会产生恐惧 而这会去使我们去找 任何能让自己感觉安全 和有力量的东西 比如书中提到一项调查发现 新闻中的死亡报道 会让观众更愿意购买劳力士手表 虽然劳力士手表并不能挡子弹 但是这种高档用品 确实会让人感觉自己充满力量 再来说小明因为内疚 又吃了一块蛋糕 是怎么回事呢 作者说这跟大脑的保护机制有关 大脑不仅想让我们的身体安全 而且想要我们的心情舒畅 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 大脑就会像哄小孩一样 别哭了 来给你一块糖吃 比如心理学家让减肥的人 想象自己的体重增加了十斤 以此制造消极情绪 天哪十斤我太没用了 喊完之后呢他们并没有闭上嘴 而是立刻吃下了更多的东西 来抚慰自己的情绪 所以啊表面上看是自我感觉糟糕容易让人失控 而实际上是大脑为了我们的身心安全操碎了心 最后小明的房间来了一群人 他们吃蛋糕的行为 让小明又忍不住吃了一块 那这种失控又与什么有关呢 作者在这里提到了镜像神经元理论 说的是我们的大脑中有一类神经元 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像照镜子一样 反映别人的动作和情绪 让我们不自觉地模仿别人的言行举止 比如看到别人打哈欠 我们也忍不住打哈欠 这就是镜像神经元发挥作用的典型例子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小明在看到一群人都在吃的时候 自己也忍不住吃两口了 科学家发现 如果一个人身边的朋友超重了 那么他变胖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原因就在于此 好 在这一部分我们从四个角度 也就是生理基础 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感觉糟糕 以及群体影响 分析了失控的原因 对于意志力这件事 真的是欢喜不得 悲伤不得 左也不适 右也不适 好像怎么样都会失控一样 那么意志力到底还能不能提高呢 其实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如何提高意志力 第一种提高意志力的方法就是 强身健体 原因呢很简单 因为意志力与大脑前额叶和心律有关 所以一切有利于恢复和增强他们健康的活动 都能提高意志力 作者介绍了四种方法 分别是睡眠 冥想 运动和呼吸训练 睡眠和冥想主要针对的是前额叶 睡眠让前额叶得到休息 从而恢复意志力 而冥想能够锻炼前额叶 就像举重能够让更多的血液流进肌肉 从而锻炼肌肉一样 冥想能让更多血液流进前额叶 从而锻炼前额叶 增强意志力 实际上研究发现 仅仅三个小时的冥想练习 人们的意志力就会大幅提高 运动和呼吸训练呢 则是通过提高心律变异度来增强意志力 运动就不说了啊 作者介绍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呼吸训练 具体做法是 将呼吸频率降低到每分钟四到六次 也就是每次呼吸用十到十五秒的时间 这样有没有效果呢 一项研究发现 滥用药物的成年人 每天进行二十分钟的呼吸训练 就能提高心律变异度 减少冲动 我们前面提到 感觉良好的道德许可 是削弱意志力的一大杀手 那这个要怎么破呢 对策是 去道德化 激活自控自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不要给事情贴上好与坏的道德标签 我不是做了好事 而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 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很空 但实际上背后大有文章 还记得意志力两虎相争吗 冲突自我和自控自我 如果我们为了控制冲动而干杯的话 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冲动自我才是真实的自己呢 比如我刚刚发动全身力气去跑了步 回来觉得 嗯 自己真了不起啊 于是给自己加了一个鸡腿 这说明我内心深处认为 真正的自己是不想跑步的 现在居然跑了 当然应该犒劳一下 看到了吧 当我们把真实的自己看作是冲动自我的时候 就容易掉进道德许可的坑里 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只是冲动自我 而且也是自控自我 出去跑步的就是自控自我 是我本人 换句话说 跑步是我分内的事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时候 就能够激活自控自我 我不是在做好事 而是在做我自己 从而避开道德许可的陷阱 这就是提高意志力的第二种方法 去道德化 激活自控自我 但是如果最后还是冲动自我 占了上风 做出了令自己后悔的事情 从而破罐子破摔 越来越杀不住车 造成失控 要怎么办呢 作者说 最有效的方法是 原谅自己 这是否可靠呢 我们来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研究人员 请来关注自己体重的 年轻女性参与实验 以科研的名义 鼓励她们在四分钟之内 吃完糖果 并且喝掉一大杯水 这样做的目的是 让她们产生罪恶感 天哪 吃了这么多 腰又变粗了 接着 研究者给其中一半的人 发信息说 有人会因为吃了糖果而自责 但是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不要太苛求自己 另外一半人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之后 研究者端来了各种糖果 请所有参与者试吃每一种糖果 并且填写糖果的味道 然后呢 按照好吃的程度排序 想吃多少都可以 结果显示 那些收到自我原谅信息的人 只吃了28克糖果 而没有收到信息的人呢 则是吃掉了差不多70克糖果 看到自我原谅的威力了吧 这就是提高意志力的第三种方法 通过去到的话 唤醒自控自我 然后通过自我原谅 接纳冲动自我 这个完整的自我就一定能抵御诱惑吗 不一定的 比如道理我都懂 但就是忍不住 怎么办呢 不要担心 这里还有防止失控的第四个武器 叫做驾驭冲动 来看一个堪称残酷的实验啊 华盛顿大学上瘾行为研究中心的学者鲍文 请来了已经忍耐12个小时没有抽烟的12名老烟枪 这些人走进实验室 发现桌子上摆着12盒 他们各自喜欢的香烟 鲍文要求这些人严格按照他的指令做事 这些指令是这样的 拿起烟盒 停 看着他两分钟 拿出香烟 停 看着他两分钟 把烟放到嘴里 停 两分钟 诸如此类 这样折腾了一个半小时 真是令人发指的实验哈 实验完毕之后呢 鲍文要求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 记录自己每天抽了多少烟 心情如何 一周结束之后 有六个人的抽烟情况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有六个人的抽烟冲动减少了37% 那么这六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原来这六个人在实验之前 鲍文对他们进行了驾驭冲动的训练 正是这个训练提高了他们的意志力 这个训练是这样的 当冲动来了的时候 在思维上不要去控制它 花至少一分钟的时间去感觉它 观察它 看自己的身体和情绪有哪些变化 然后在行为上不要按冲动去做事 而是按照自己的目标做事 前面这些强身健体 去道德化自我原谅和驾驭冲动的方法 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在提高意志力 但是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 而且大脑的镜像神经元 可不是吃干饭的 别人打个哈欠我们都会忍不住跟着打 又何况意志力呢 所以第五种提高意志力的方法就是 交朋结友 那么有助于促进我们意志力的小伙伴 都长什么样呢 他们往往都是有健康生活习惯的 不让我们得意忘形的 不让我们觉得羞愧内疚的 遇见这样的人赶紧去交个朋友吧 如果种种原因交不上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 那就把它们当作榜样来靠近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虽不能致心向往之 大白话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好 说到这儿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说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来为你简单总结一下 本书的三个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重点说了什么是意志力 意志力并非主观的态度 而是以大脑前额叶 以及身体为基础的生理活动 可以概括为三分天下 两虎相争和一个指标 三分天下是指 大脑前额叶三个区域的能力构成 也就是我要做我不做和我想要 这三种能力构成了人类大脑的自控系统 而两虎相争指的是自控系统与冲动系统的比拼 最后一个生理测量指标叫做心率变异度 这个指标可以反映我们自控力的强弱 然后我们又说了削弱意志力的主要因素有四个 它们是生理基础 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感觉糟糕 以及群体影响 第三 提高意志力的方法主要有五个 分别是强身健体 去道德化 自我原谅 驾驭冲动 以及交朋结友 当然了 这里说的朋友主要是指那些意志力比较强的 可以作为榜样的人 以上就是自控力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了 据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不在于智商 而在于意志力 的确 毕竟我们说的是坚持就是胜利 而不是说聪明就是胜利 作者甚至断言 顽强的意志力是一个人最突出的优点 自控力比智商更有助于拿高分 比个人魅力更有助于领导别人 比同理心更有助于维持婚姻幸福 不过 意志力再好 还是首先得保证自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那么 正确的方向在哪里呢 不在别的地方 就在我们的内心 通常我们都会说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 但是可能忘了也要对自己保持好奇心 认识自我 关心自我 和提醒自己真正重要的事物 才是自我控制的基石 如果想对自我有更多的了解 推荐你去看一看乔纳森的自我 或者达马西奥的当自我来敲门 好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